太冷了这个地方 昨天晚上我查着电视台 还给我动狗枪 去跟大哥打个招呼 咱们要走了 昨天就在这里接住 哎 杨幽 哎 大哥 哎 我这个昨天晚上 谢谢你让我在这停车 对 中秋节了 节日快乐 自己走啊 啊 那个我今天上二三 这边就开始这么冷了呢 又往上去冷 又往上去冷 二三更冷 上点反动吧 今儿好像是 车顶好像上霜了 嗯 行 走了 大哥 哎呦 我的妈呀 这路 呵呵 前方是通往那个二三方向 这路也是没谁了 又杀在电里 这绝对考验技术 哎 哎呀 哎呀 这风景太漂亮了 黄的 绿的 还有白的 哦 哪儿都挺好 就是路有点破呀 哎呦 我的妈呀 这路是打羞的呀 在这个河上面垫了一条路 哎呦 我的妈呀 冲啊 上坡了 上坡了 哎呦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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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塞 好漂亮哩 哇塞 这玩意是砸卷起来的啊 我开车老远我就看见咕噜一个咕噜一个 我心这是什么玩意 到根里一看妈呀 跑 推着推不动我挺好玩的哎 这草是干什么用的啊 都卷成一个一个的啊 那还有个小房子那小房子干什么的呢 带你们去看看啊 这个小房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小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草原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草原 经过了七七五十六分钟 经过了七七五十六分钟 爬山又涉水 我就走到了这个小屋子的附近 貌似好像关着门呢 这应该不是住人的吧 有谁知道这个小屋子是干什么用的 给我说一下 我去 去 锁着门啊 看不见里边 看不见里边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门口都已经找满了这个 跑了 看样子也是好久没有人来了 走吧咱们回去吧 也没有个人 第一次上这边来 对这边的这些新鲜事都特别的好奇 我都没有见过 瞅这些东西就感觉 哇塞这是什么东西 都想看一下 人哪 不管到大岁数 都有一颗好奇心 漂亮吗 人也很漂亮啊 哈哈 不行了我要上车上去了 太冷了 你怎么做的 我怕自己的东西 好奇心